作词 李宗盛 世界也变轻 我心里的声音 在这一刻都是关于你 两个人的世界 骄傲的存在 就是我向你走来 你突然闯进来 心也跟着打开 它错着瞬间 能变成未来 能多人的期待 像一样精彩 候鸟循着光而来 思念的广伤台 等候鸟飞过来 确定你是 我的未来 是不是太红了 还是这样自然点 你的教导服务很特别 你醒了 我就是看这个山洞太干燥了些 给你补补水 喝杯咖啡吧 咖啡 准备回去了 梁家山 你真是上得课堂下得造房呢 再不走 待会儿得上茅房了 还没喝完呢 这 这些糟活累活 我来干就行了 不用麻烦你了 我来 不用管我 没关系 我是大力士 怎么装蒜的突然对我这么好 又是借睡袋又是煮咖啡的 不像他呀 怎么了 不舒服 没有 不好着呢 等一下 怎么了 庄教授 该不会是走不动了吧 告诉你啊 我可背不动力 你 皮脑狂魔 大山确也是你亲戚啊 当然啊 跟你说了 这山上我熟 看来这亲戚也跟你不太熟啊 毕竟很长时间没有回来了嘛 熟悉熟悉就好了 看这个伤势应该是暴雨导致的 要是不管它的话恐怕就凶多吉少了 看在和你是亲戚的份上就救你一回吧 野生动物一般人照顾不了 就算是亲戚也不如交给专业人士 就因为怀疑我的专业性 告诉你我可是很会 拨打野保机构电话的 要鼓掌吗 倒是也不用 那我们先把它带回家 再等野保机构的人来接 好奇 超好奇 这小东西 现在看上去弱小可别 平时开驴吃脑化的时候 可不是这副面围 自然界生物的外表 起到迷惑和伪装的作用并不稀奇 看来张教授还有透过伪装 看本质的自信咯 不敢当 只能勉强 看穿伪装不过管的 我伪装了个不处管装 你看看 王秀梅 又发朋友圈了 合家团圆 岁月静好 拍了一个全家福 连着翻了一个月了 朋友圈 人家自己的 发发呗 不想看啊 你可以屏蔽他 我屏蔽他 我太把他当回事了吧 我为什么不能拍 就是拍 那腿一拍 我说拍就拍 哎 咱们家又不是人凑不齐 啊 又不是长得歪瓜里 也咋拿不出手来 哎 小美大美 再加上小妆 还有 哇 你 确实 那我们拍一张全家福布里人报 朋友圈 别闹 说拍就拍 安排 好 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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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起 你们回来了 哎 这小脸上 啊 雨晨 麻烦来杯水 哦 哦 来 我去 哎 美人姐姐 你回来了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这怎么了 我上山考察去了 我看着清水山风景不错 想必晚上也别有一番风光 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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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个帐篷享受日月天地之精华 起步太短了 哎 来来来来 先喝点水 哎 喝点热水 你昨天是什么时候上山吧 晚上啊 怎么了 昨天晚上有暴风雨 跑啥子 也不选择跑时机 雨天也有雨天的美吧 嗯 嗯 拿一下 你这是剑麻划伤的吧 我昨天晚上山上别说有星星了 连月亮都没有 这就是你吸收的日月精华 等一下 快 你自己拿着抹一下 你没事就好了 就怕你跟我一样也碰到野猪 野猪 对啊 眼睛还闪着红光呢 山上有野猪呢 昨天晚上你们也去爬山了 啊 我 啊 爸 妈 我回头跟你们说 哦 好好好 哎 哎 哎 野猪的眼睛半叶是褐色的 红色是驱鸟气 对 那村里果农为了防止葡萄被灼 会装些驱鸟气 哎 哎 小壮啊 哎呀 你看这一晚上很辛苦 要不然 下楼休息休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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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壮 哎 小壮 哎 那个 你昨天晚上饿了一晚上没吃呢吧 先吃点东西啊 不用了 谢谢阿姨 我 昨天晚上有点累 想过去休息一下 啊 好好好 这么累吗 啊 啊 辛苦 辛苦于小姐 先帮忙照看一阵子晚 嗯 那我就先照顾她几天 等天气稳定了 你们再来接 终于好好养风 好 回头见 嗯 放心吧 先进 小壮啊 刚做的热面汤 来 喝了啊 谢谢阿姨 我看你好像有点着凉 你一个人在外面好好照顾自己 啊 嗯 哎呦 这这这手怎么了 哎呦 这不发炎了吗 哎 要命了 阿姨 就一点小伤而已 不碍事的 这可怎么办呢 你说说 没事 我带创口贴了 创口贴 不管用的 嗯 你像你这个伤口吧 得是 拿点药水 我还得去弄点 弄点纱布啊 这 野外考察 有点小伤是难免的 我自己处理就好了 小庄 你们年轻人啊 不懂 我们山里面有好多毒花毒草的 你们都不认识 只要一碰到 搞不好是要命的 阿姨 放心 植物我还是认识一些的 哎呦 以前啊 我以为你们搞科研 啊 就是在实验室里面 弄一弄就好了 结果没想到 还得跑到野外来 真的是很辛苦啊 我现在就给你拿去啊 阿姨 怎么了 谢谢 哎 你客气什么 你快坐哪儿 坐哪儿 等着我啊 马上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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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纱布 赛尼运气好 先碰到的是姐姐我 而不是野猫 赛尼运气好 赛尼运气好 先碰到的是姐姐我 而不是野猫 他就让自己伤害自己的 还这么压 아니야 resemble 我们是决定的 和你 刚才的 看法 霞 我还想 我也太优秀了吧 知道了 知道了 姐姐这就去给你疗伤啊 棉片绷带 消毒用具 醋酸率一定 妈 妈 有没有醋酸率一定啊 酸没有 有醋 不是 就是那个消毒用的那个 我都给你备好了 你终于会照顾人了 以后啊 那就你来了 不是这个 这个会烧伤的 还有这么个说法吗 我们正常都用的呀 我刚刚 她和人不一样 看来只能自己去一趟医务室了 美男呢 早上一大早就跟田田 开车进城送福道去了 那我爸呢 他还能干啥呀 跟老张下棋去了呗 你赶紧把药给他拿回去啊 美人姐姐 你要去哪里啊 我送你啊 小伙子不错呀 受伤了还这么精神 哎呀 这都是小事啦 那么请问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呢 哦 我正好要去趟医务站 要不你送我一程吧 你哪里受伤了 要不要紧啊 不是我啦 那是 庄教授 算了 出于人道主意 我也可以勉强帮一下这个玩意 哎呀 不是他 不是他不是他 谢了 不过不是给我 吃给鸟 嗯 哎 我刚刚准备找你呢 你能不能去煮一下鸡蛋 把蛋黄碎给小鸟喂去 我陪你去 我陪你去 这让空调要空气坏了吗 怎么忽然忽然忽然到 哎 不行 我要去请教一下我的军师 老总 庄教授 你最近跟美人姐姐闹矛盾了 没想到还有庄教授 答不上来的问题 与其关心别人的事 不如多关心自己脚下的路 庄教授的路上 应该只有学术 没有二女心肠吗 我的路上 本来也没有你这种学生 突然热情又突然冷漠 什么情况呀 你自己说说 在山上的时候 又是让睡袋又是煮咖啡的 结果一下山 立刻又恢复了冰块 难不成 这山真的有什么魔力 还是我在山上比较美呀 打住打住 这山上黑灯瞎火腿 什么都看不见 你仔细想想 有没有什么激励事件 激励事件 对 就是让行为发生转折的事件 有 好像就是下山开始救鸟的时候 我不由自主多显摆了一些鸟类知识 它就开始话里话外挤兑我了 你是不是先挤兑它了 没有 没有 爸 这就对了 我跟你说 这没有人不喜欢听夸奖的 即使是庄教授这么优秀的人 你呀 没事就多请教请教他 多表达表达对他的崇拜 这事呀就过去了 这么简单 当然 不是啊 据我分析 庄教授之前对你的那些暖心行为啊 其实已经说明了 你在他心中是有地位的 你是庄教授吗 应该也没有什么恋爱经验 他对这份行动呢 应该有点抗拒 所以啊 一旦获得负面信息的话 他就会退缩嘛 你得加码 加码 怎么加 这说起来也不难 就 这也太肉麻了吧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心动与否就再死一绝了 谁呀 谁 谁对谁啊 谁心动 你看前面 你看路 好了 我先不跟你说了 我搬搭上去了 你有什么账报 我随时更新啊 拜拜 准备了 我他们都在吃吧 给你 我下线 没了 回家 她是想要买 硬帅 好 靳总在等人 不是人 是仙女 是仙女 忙着呢 可不是嘛 现在到了课题攻击战的时候了 更不能放松 我女儿啊 还是那么要强 张仔 工作归工作啊 该放松的时候也得放松放松 等大妹回来 咱们一家再叫着小庄 咱一块儿去镇里照相馆 拍一个全家福 怎么样 我有相机啊 我在家给你拍就行了 何必怕那么老远 你 你能跟人是照相馆比吗 人家还有化妆 还有那个什么造型 不就是化妆吗 这有什么难的 我也可以给你们花牙 你的技术哪些 我的技术不好吗 我是说你的技术 没有办法跟人家专业的化妆师比吧 是不是 我跟你说啊 你看看啊 你看看你王水拍的 可漂亮了 你看看他们家拍的 这个姿势 终于肯定不乐一百 等等 这不又是一个 拉近距离的绝佳机会 这姿势怎么了 我看挺好的呀 对吗 都自然都好看呀 妈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 我们一定要去镇上拍 哎 那就定了啊 你好 葡萄都到这儿了 您检查一下 这些都是我们亲自运送的 保证没什么问题 而且葡萄一定个个都贴 那没什么事的话 我们就先走了 祝你们生意新龙 哎 李小姐 德布 我们老板想跟你认识一下 方便日后的合作 认识我 不用了吧 今天我们清水村的葡萄产量骤解 就这些吧 还是我们为相亲的借来的 所以真的不是我们不想 是以我们的能力 今天真的很难有什么合作了 认识一下 或许有更多的合作机会呢 看来要报答仙女 只能靠我自己来 这清水村的葡萄质量真的很好 可惜有部分 可能是运输过程中被压坏了 没事 你的损失我报了 但今天恐怕是真的不行了 谢谢您的好意 靳总 这位就是我们老板 就是李小姐 老板你好 谢谢老板照顾身影 先走吧 那我们就先走了 哎哎 你俩不能走 你俩不能走 老板还有什么吩咐吗 看看这个 李小姐 这 这 这是什么情况 实在对不起 您放心 坏了的葡萄 我们一定会按照原价赔偿给您 我刚刚检查过了 端去前厅的葡萄都有点问题 实在不好意思 我没想到霍书这样的纰漏 我现在就过去看一下 不着急不着急 这样 这个钱呢 我已经替你们给端主书垫上了 这是我们的错 怎么能让您来承担呢 老板 您能不能直接一点告诉我 一共要赔偿多少钱 五十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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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得亏五位数了吧 田田 你上午是不是已经把钱 给李小姐转过去了 我觉得你们俩不用太着急啊 我们公司 刚刚好 再招行政助理 什么意思啊 李小姐你要是不介意的话 我觉得我们 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田田 你跟他又不熟 谁知道他安的什么心 小心 你没事吧 我实话跟你们俩说 其实我的腿有毛病 我不能站的时间太久 小的时候 小的时候 我脊椎伤着了 我这左腿就经常会挑食坏 这也是我需要招聘助理的原因啊 本来不想说这些的 你知道吗 好 我答应你 田田她 其实 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我们有错在先 刚好葡萄卖完了 可以在城里多待会儿 这计划堪称完美 就等受害人 哦不对 当事人了 小狗狗 这不热啊 姐姐帮你双双喽 我 没人见见 你看 好厉害 不是我厉害 是你长得好看 我是说这个相机好厉害 哦 这个相机她就是色彩度好 什么光都能用 出来玩带她最省心啊 当然省心了 就是费钱了点 哎呀这有什么呢 我还带了好多头呢 要不要哪天天气好一点 我们一起出去拍啊 可以啊 你不是去买药了吗 药呢 在这里 谢谢 张教授 哎呀庄教授 走那么快干什么 跟你打招呼也不理 让外人看到你影响多不好呀 余小姐还有什么事 明天我们一家都会去镇上拍全家福 你也一起去拜 没空 好 可是我妈订了五个人的 你不去的话 你忍心 冰山是吧 等着姐给你开破冰船 请进 小庄啊 妈大家本来就是一家人嘛 拍张照片而已 没必要特意感谢 小庄啊 阿姨还是得好好谢谢你 我听小美说了 你平时不爱拍照片的啊 所以你能答应 阿姨真的很开心的 你看 你们平时工作也忙 也没时间老回来 所以其实拍个照片挺好的 我也算有个念想 妈你不就想发个朋友 有必要搞那么善情吗 你个臭丫头 你现在没当妈 你当然不懂妈的心了 等你有天当了妈 你就明白了 你回来这几天老说我唠叨 我能不唠叨吗 我把憋了一年的话 我现在再不跟你说 我什么时候说呀 我 我就瞎说话了 反正明天咱们就拍照片了 拍完照片以后啊 我放一个大大的 就放在民宿的大厅 我什么时候想你们了 就什么时候看 好 不错呀 都会举一反三了 照相这个机会不错 你要好好表现哦 放心吧 你的资格绝对指日可待哦 听家门了吗 家里有点乱哦 你凑合着住 还行 比我想象中干净多了 不过呀 你一个人在城里 我总还是有点不太放心 而且这是什么老板 怎么就正好 开始招助理的呢 这霸动套路 快不会对你涂抹不轨吧 你最近真是开窍了啊 终于抹到电视剧的边了 可惜呢 你这个套路啊 它已经过时了 反正你有什么事情 就跟我说 就算我自己赶不过去 我也有很铁的朋友在城里 随时可以给你帮忙 好嘞 这个轮椅好久没用了 静总现在用起来 还是得心应手啊 郁美人对不起了 虽然我们的友情没得说 但要是被仙女 发现我们的关系 可就不好办了 找到合适的机会 我会解释的 撤了吧 怎么呀 好看 站一 行了 别摆了 一会儿来不及了 上山就赶上下雨 别紧张 等会儿跟着姐姐摆就行了 完了 又忘了 要没事多请教请教 你包荔枝的方法好特别哦 怎么是从中间开始的呀 这样真的好好蹦 中间这条缝是什么 怎么办啊 此方新屁缝合线 你呀 多表达表达对她的崇拜 天哪 你好厉害哟 怎么我不知道的你都懂呢 多看点书就知道了 不入虎穴 掩得虎子 好 时间好像差不多了 我开车去啊 好 我今天也有安排了 什么安排啊 秘密去去 不用 不用 我来就行了 你们俩就准备准备 带我出发了 飞呀 怎么美人姐的照片 还被撤下了 对呀 我也不明白啊 最近美人姐的Vlog播放量 不是挺高的吗 嗯 难道真的因为之前的事情 就被秦总 咔嚓吧 秦总今天早上邮件 你收到了吧 嗯 头一次全公司抄搜 就是没有美人姐的 那个不好意思 我请问一下 你好 总裁办公室怎么做 哦 那边直走 右拐再左拐就是了 哦 不好意思 能再说一遍吗 直走 直走 右拐再左拐 最大的那件就是了 谢谢啊 嗯 你看刚才那女孩 是不是有点眼熟啊 你这么说好像是有点 她是不是出现在美人街 我漏口里面那个 有眼力 但是你说 靳总怎么又坐上轮椅了 这是咋了 哎 咱们靳总你还不了解啊 不要问 问就是没有吸引 有道理 我来吧 我来吧 嗯 你皮肤白 这个颜色更衬你 出门诱者 女兵化妆间 你在哪儿 哪儿就是我的化妆间呀 我现在要去卫神间 嗯 嗯 热身运动做得差不多了 摄影师 哎 刚才交代你的都记清楚了吗 哎 放心 都安排上了 这个这个这两个修的意义啊 穿好了没有啊 好了 我弄好了 我这个是不是有点太红了 啊 要不我换一件吧 换什么换不红 哎 我觉得这事很好看 嗯 跟你年轻时候一样漂亮 嗯 真的 真的 哎 对啊 我年轻时候从来没穿过这样的衣服 你说你看谁穿的 不是 在我眼里你 你你你一直都是你 是不是 是不是小美 少来这个 嗯 爸说的没错 您穿穿好看的 真的 你看啊 你看啊 哎 看你就对了 好了 准备好了吗 咱们先拍个双人的吧 不是拍合影吗 怎么是双人的呀 对啊 这个需要加钱吗 呃 这是我们店做的活动 拍一套全家服送一组双人照 哇 这也太划算了吧 对呀 你们两个拍呀 双人照你们拍 我们拍全家服就好了 嗯 我们不用 你们不经常拍照 你们拍吧 哎呀那是我去 好好好 以为我是为了摆亲密姿势 买通摄影师 哼 那也太可疑了 我 实际上这么多年 不经常拍照片了 那今天这个阵势有点大 哎呦 哎呦 这这这这甩到的 睁不开一眼 这放空一点 别人啊别人 突然想起来 上次秀美阿姨拍的那组照片 超好看的 啊 我也行 她都能拍出来 我肯定没问题 哎呦 说一说给我来一个 三百六十度无死角的 好的 没问题啊 好 两位站好啊 哎 注意镜头 哎 这个鱼爸爸好像有点粗话啊 啊 我我我记骗啊 你过来呀 过来 你往这边来一点啊 看着对方 回想一下年轻时候的幸福时光 哎呦 哎呦 稍微亲密一点啊 再近一点 啊 这都已经贴上了 还怎么亲密啊 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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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少两口打个样吧 哎哎 对对对 可以可以 你学着点啊 哦呦呦呦呦呦 我把手放上面 哎呀 看到了吗 嗯 看到了 没想到吧 你看人庄教授手手放在哪里的 哦 刚才庄教授的手在腰上 来来来来 哎 让我放在腰上 哎呀 你的腰呢 年轻时候有腰的呀 哎呀 救生圈呢 我这叫年轮 哎呀 人家树都是一圈一圈长 一年长一圈 那人也应该一样的 对的对对对对 肉轮 越来越粗 哈哈哈哈 你没完了是吧 错了错了错了 好像你不够粗似的 好错了错了错了 哎 对对对对 这就好多了 就该这样嘛 哎 哎 好嘞 你们公司福利这么好 员工还有宿舍 好 李小姐是不满意的话 我再帮你换一批 你们公司员工都住宿舍 那倒也不是 这是为了方便李小姐随时照顾静总 基于工作原因 特别给您找的地方 我奶奶从小就告诉我 付出多少得到多少 我的能力就够推个轮椅的 实在负担不起这种主色 如果您需要我付出什么别的话 不如我直接给您打欠条吧 您放心 欠您的钱连板大礼我一分都不会少 好 真不愧是李小姐 那个 我得先跟李小姐说声抱歉啊 我是无奈之下才出此下策的 推连椅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脚踏实地 吃苦耐劳的精神 有这种精神的人 一定不会迷失在物语中 所以 恭喜李小姐通过考核 李小姐去带着李小姐搬入职 好 去快去跑步去 李小姐 这边请 谢谢 漂亮 这个姿势正好 可以 可以 来 咱们换个姿势吧 比个心 一 二 三 怎么握上手呢 好 你快点看儿子 一 二 三 别心 准备啊 一 二 三 儿子摆的是头顶上面 我以为你刚才 你这个猪脑子 我平时让你补猪脑 你就补吃是吧 是是是 猪脑吃的 你看看现在 现在完了吗 要不 要不 爸爸妈妈 你们还是跟我们学吧 好 好好好 做个吃饭 张教授你可以吧 好 以后埋通摄影师呢 期待考察一下演技 对对对 看来来 跟他学 跟他学 很好 这个 这个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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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一 二 三 不错 这盆狗粮给我顶得满满当当的 我说你们能不能在意我的感受 你什么感受啊 你不要管他 不错 哎呀你呀 多运动运动 就能撑得住了 拍全家福 全家福 全家福 快点 全家福 快来快来 给我给我给我 这还差不多 真是 来 站好啊 看镜头 注意笑容 小猪肥不肥 肥 肥 好啊 眼神冷漠 但嘴角微微上扬 高冷中透露着一丝笑意 看起来加码行动很有效果嘛 有吗 我怎么看不出 小美 不是我说你啊 你读了那么多年书 怎么没学会察言观色呢 我还不是跟你吹啊 我今天一眼就看穿了我老板图谋不轨 图谋不轨 什么情况 哎呀我早就跟你说了吧 你这老板不是什么好人 李小姐明天有安排吗 好 不行 今天仙女已经对我有所怀疑 得摆出老板的架子才行 你冷静啊 不是你想的那种 我的意思是说 我一眼就看穿 我老板想用豪华员工宿舍 来骗我交额外的费用 啊 说什么提供员工宿舍 我一看她装修 那能是免费的吗 还好 总的真一件事就指出了问题 靖总 七七地跟博任务已经发不下去 美人姐那边 应该不要再提醒一下 那她怎么说 那她怎么说 那怎么说 资本家丑恶的嘴里 立马就挂不住了呗 打哈哈就过去了 就是嘛 你就在我家安安心心住着 哪也别去了 好 安安心心的住着 替你看相机 镜头 几百只口红 还有一万件衣服 还有那些鼠孤青带平平光挂 行吧 行啊 东西尽管用 千万别客气 但是我等你一回来 我就搬走啊 毕竟我这么亮的电弹炮在你家呀 那费钱 对了 明天不是七夕嘛 你们有什么安排不 电视剧可不会错过这种重大节日 小李 明天我有私人行程 烦请你配合 工时领算 谢谢 什么时候才能找到机会 相信你实话实说 怎么样 有什么突破口吗 没看出什么所以然啊 点赞的都是自然风景 风景 这风景可打扰文章啊 好像星空的照片挺多的 星空 我之前好像看到过一个 心理测试 说喜欢星空的人啊 都 喜欢探索 有追求 性格深沉 还蛮服劾庄教授的 我看是说明眼高于鼎吧 怎么回事 请摆正你的态度 人家呢既然喜欢这一套 你就投其符号 再浪漫地送我一下 将它一起拿下 我跟你说啊 这可是送分皮 你千万别掉链子 好吧 那我看看明天是什么天气 我不跟你说了啊 老板找我了 一会儿再聊哈 好 对不起 对不起 一时疏忽了 接了最英俊男人俊总的电话 说实话 是不是谈恋爱了 我跟你说什么 没有 你 没有 手 veya 你想带着 满天 människor 为我善良 在我的瞳孔中 刻成花香 你腿脚上扬 像在宣布每场 心跳是恋爱的 专属对方 喜欢你一脸的阳光 在我的视线里登场 一颗心弹走起 夏日里的狂想 没目的乱转 快找不到方向 看剧头 星空洒解伤 影躲开初心的星床 把电钟方向 两个人也没拉长 我想要慵懒地 靠在你肩膀 你想带着万天星光 为我善良 在我的瞳孔中 课程发响 你随着相拥 像在宣布每场 心跳是恋爱的 专属对方 喜欢你一脸的阳光 在我的视线里登场 一颗心弹走起 夏日里的狂想 没目的乱转 快找不到方向 看剧头 星空洒解伤 影躲开初心的星床 把电钟方向 两个人也没拉长 我想要慵懒地靠在你肩膀 你想带着万天星光 为我善良 在我的瞳孔中 课程发响 你随着相拥 像在宣布每场 心跳是恋爱的 专属对方 依然漫天星光 都为我善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制作为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